川普總統已經正式否決了 博通並購高通 因為國安問題 如果Intel真的吃下了 博通跟高通 台灣的產業會產生一些聯誼效應 台積電訂單搞不好會全失 隱藏版效應概念 整個商機將近快2000億 隱藏版實大大概念 今年已經漲了100% 郭台銘先生是 下一個世界的整合者 荒野的股票就拉到125% 120%總是直接拉到 今晚8點國民大會